来看一下MRC对阵狼对宠爱 这把的话是一个单挽留 单挽留带闪现 那他的天赋应该是踹了要踹板子的那种 就是留了一点没有点封窗 张地图他的那个窗确实一个蜡块就能封 不需要补这个天赋点 四跑真的跑不了呀 兄弟们你这MRC用四跑一个带挽留的蜡像师 还有手里有个闪现的 怎么四跑 这套阵容他的上限 你要看看这套阵容是一套可被消耗的一个阵容 他这套阵容你得配什么 得配个祭司 首先有个祭司 那上限先拔高 然后你再配 再配一个佣兵开门战能顶一刀的 祭司佣兵 然后再搭配一些其他OB位什么的 我觉得可以写写剧本 这阵容打到开门战 就真打到四人开门战了 应该也是有至少一个白板的突破点的 这边的话选择过来抓笑笑的前锋 一轮辣96 再补一点辣能起第一刀吗 这边前锋的小球倒是交的很漂亮 这个笑笑的球倒交的很漂亮 但是漂亮归漂亮你再漂亮你也顶不住我无穷无尽的辣 果然是一个快踩的爱第一刀 好的 就他写不出一个剧本 因为这个阵容的上限就摆在这里 给前锋喝一口酒 前锋拉球 手里面还有个飞轮 要配合这个闪现直接带你走还飞轮呢 好了 打到这个节骨眼上面 先知的鸟没能给上 这波其实鸟给上呢 说实话前锋的酒喝上也不是一个四跑面 是一个什么面呢 是一个平面 是一个平局的一个面 就这只鸟给上了 这刀打上以后血回上 其实前锋也撑不了太久 因为他球已经没有了 我们看这波救人 不辣 哎呦宠爱打的是真的爱宠爱 你能不能给人家一点机会啊 这边 定住一个喷另外一个 一刀打先知鸟不给 这波确实先知鸟给了 可能前锋这刀扛住以后 等到搏命结束也得倒 所以说这边的话先知鸟没有给 拉一个死角点 球者这把的话 MRC是必须真四跑的 所以说下一波一定来救 这只鸟也会打 这一波的话要救下 调酒师来救 鸟给前锋 调酒师给前锋喝酒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真四人开门战的一个节奏点了 尤其仅有这一个节奏点了吧 好像别的节奏点 剧本应该写不出来了 我们来看看 调酒师 注意小镜头 小滴老师过来 现在密码机的总量是接近三台半多一点啊 打一刀就就完 掩护 掩护的话这边起热辣了 这个酒喝不少 那先知掏鸟也没有用啊 这边热辣穿鸟的 前锋这个飞轮怎么说 飞轮没能顶掉 恭喜狼队 挂飞一个还能再挂一个 这把说出来 你们可能不信啊 从安他居然还要赢 老哥感觉不会在卷FMVP什么的吧 因为从安今天的MVP应该是 一个四杀 一个三杀 一个平局 MVP其实是十拿九稳的 因为球者这边卷不过他 他这把还要再追个四 要为自己的MVP 这最后一脚再给夯实了 今天老少爷确实打得好 少爷都打破了我对于张狂鱼女的认知了 哇塞 这个定住一个打一个 这并化的被定两次了 能不能讲点道理 再挂过去 还有这边的话 封遗产机 那块封机 机子修不完就多抓了 这个机子修不完的话 可能就多抓了 先知还有一只鸟 要保这个调九石拉开 通过这只鸟 保这个调九石拉开 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宠爱 这边会不会待会起热了 刚想说直接起热了 鸟都没用 闪现一刀 哇 这鸟又没给上 挂飞 挂飞以后 这里再针对病患打 病患的机子能修开吗 病患的机子倒是修开了 热蜡起 喷 追一刀 密码机点亮 先知有鸟 但病患手里面能够扛的东西没有啊 你说病患有个勾对吧 这先知他不能一直看着这病患吧 鸟鸟了 就得叫 叫完 哎呦 标题写好了 给不出去的鸟 或者叫消失的鸟 三杀